欢迎回来 贩毒集团有新招 除了大家已经知道的毒果汁 如今还有毒果冻 柔佛警方在扫毒行动中逮捕两名毒贩 兵分多路搜刮出超过300万令吉的毒品 新闻在贩毒条文下严扣注查 警方则全力通缉再逃党羽 柔佛警察总部和新山南区警局的速毒组 这个月3号到7号之间扫毒有斩获 个别在新山四个地方 以及东甲逮捕两名毒贩 起货大量毒品 第一名33岁男嫌犯在3号早上9点落网 他把毒品藏在车内 警方接着顺藤摸瓜 昨天在东甲一间屋子 逮捕另一名36岁嫌犯 他们两人都是贩毒集团的团伙 存放毒品的地方可不是什么隐秘之处 所谓的仓库就是车 这个犯罪团伙从6月开始干案 起货的毒品种类繁多 有将近2万克的粉状摇头丸 将近50公升的毒果汁 分装在100多罐瓶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果冻的东西 里头全都内有乾坤 柔佛总警长古马指出 柔佛警方是第一次在州内充公这一类毒果冻 这次共充公55个果冻 另外再充公K他命 摇头丸 五载 以及充公的汽车 摩托车和现金等等 总值超过340万令吉 这批毒品相信都准备供应给本地市场 尤其是熟客 两名嫌犯的尿检过关 但是有毒品和刑事案底 他们将在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39支B的贩毒条文下 沿扣到星期六